好了各位朋友 目前我已經過了這個圓山花博 應該講說我還在花博旁邊 還在花博旁邊這樣 那麼我現在慢慢往老地方前進 現在是4點33分 我已經上線了 正在尋找行程 那麼今天呢 我就是輕鬆的跑 因為我這個 今天6日這兩天 評出25趟 我這個第一標趟 就可以拿到啦 週末第一標這樣 那我今天中午沒有跑 因為我算一算 其實我午餐不用出來跑 25趟把它拆成兩天跑 基本上是還蠻容易可以達成的 當然這個也是 全題是 系統要幫忙 有的時候他有自信可能還會 不太好 這樣原則上來說 他真的好吵 原則上來說當然就是盡力 就是希望 這個 系統能夠幫忙一下這樣 那現在 現在先去這個 希望民間西走 民間西賣當勞這樣 好 那剛好呢 這個 最近啊 一些群組裡面有在討論 就是關於這個 騎這個電腐車 跑 Uber Eats的這些相關話題 這樣 那其實我是樂觀騎乘 這樣 我還蠻希望就是 看到非常多司機 當然不敢講說全面 全面是不可能 因為總是有些人認為說 騎車他很喜歡 我是還蠻希望 就是 這個 騎 不管是騎腳踏車或電腐車 來送Uber Eats的風騎要起來 這樣 其實這個好處很多 好處真的非常多 第一個就是健康嘛 你身體健康嘛 這樣子 雖然我騎電腐車 感覺好像不用處理 但其實是要處理的喔 這樣 那當我在騎車的時候 其實我的腳還是要踏 腳還是要踏 雖然說踏比較輕鬆 但是 你有踏其實就有在動作 血液循環 就有這個 比較快速 這樣子 講一下說大概是一種 就是 超慢跑的那種 超慢跑的那種感覺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搜尋 超慢跑這個運動 這運動我也蠻推的 好 那 騎這個腳踏車呢 或是電腐車 這個跑這個外送Uber Eats 基本上就健康嘛 這樣 包括你有可能原本 因為這個身體胖 而產生一些疾病 慢慢的 都會 比較減輕 因為我中間也不是醫生 那我只拿我自己的 這個身體的這個狀況來講 之前呢 其實基本上來說 我就是沒有什麼動 所以我就很胖 那胖的結果就是呢 覺得 那個身體不是很健康 那不是很健康 就常常會有這個 可能走幾步路就喘得不得了啊 氣喘如牛之內的啊這樣子 那後來我就開始這個 後來啦 就是 疫情過後 我又開始 開始 騎這個 腳踏車送Uber Eats 騎了幾個月到現在 我現在比較不會走路氣喘如牛 我現在連上樓梯我都覺得 嗯 還蠻輕鬆的 所以像有些人常常在講 就說 啊怎麼爬個五樓四樓的 他就很不爽這樣子 然後覺得 爬得非常的累 什麼什麼之類的 欸 這個我剛開始確實有 但是後來越爬越輕鬆 越爬越不覺得怎麼樣這樣 就是心肺功能有在慢慢的在 在這個調整 確實是好的 這樣子 那這個是健康部分 那賺錢的更不用說囉 這樣 就是 反正你有接到單 那你就可以賺錢 這樣 那當然還有很多其他的 不錯的這個 唉唷 我不小心騎過 那名全西麥當 沒關係啊 我在這邊等一下 可能這邊會 這邊等的到 當然不知道 好 那麼其他的一些優點啊 就 就 我就其實 在影片上其實 我也比較不好細談 我只能說 優點蠻多 而且另外一個最大的優點就是 你還可以訓練你的這個 心性 這樣 因為其實 台北市的腳踏車規劃 其實是腳踏車跟行人的專用道 不能講專用道 腳踏車跟行人的道路幾乎是被黏在一塊 台北市政府其實不知道怎麼規劃成這個樣子 所以很多時候其實我們在騎腳踏車的時候 前面都是行人 尤其是 尤其是 像那種 什麼什麼 南西星光啊 南西成品那邊的 哇 那個行人真是不得了 多的不得了 那這個時候 其實你又不能一直量它 因為量它就選擇你還沒品 這樣 尤其是 要離讓行人 那這個時候呢 你就只有兩種選擇 第一個就是 你就是當作修身養性 慢慢的跟在行人後面騎 看到有縫了才轉過去 第二個就是 你要在你自己的腦袋裡面 去建立出另外一條替代道路 而我這兩個 我都有做 那你當你替代道路建立出來的時候 其實 你也會慢慢發現 就是你在送餐的時候 你有替代道路 你會突然間加快速度 這樣子 所以其實優點蠻多的 而且 修身養性這一點 真的是最重要的 這樣子 然後 這我是蠻 這個支持這個 有陸怒症的人 可以來騎腳踏車 這樣 所以假設你 就是騎 騎那個機車 騎一騎 然後你常會覺得 這個心情不好啊 覺得什麼東西 這個三寶一大堆什麼 我跟你講 來騎腳踏車吧 你會突然間覺得 這個世界上 這個世界怎麼突然變得這麼悠哉悠閒 然後你就不會怒怒 心情會好很多 再加上你身體又健康 情緒也會好很多 好處很多 當然是 大家就是 可以試試看 那我的建議是 就是 大家先去租借U-bike 先去跑一兩個禮拜試試看 當你騎U-bike 跑個習慣之後呢 然後你再去買 買一台 腳踏車或 或電腐車都來得及 這樣子 先騎U-bike 跑跑看 去感受一下 騎腳踏車送餐的優點 這樣子 好啦 我要在這邊等餐 五分鐘 等不到 我就往那個 老地方前進 好的各位朋友 目前在赤豐街教會這邊 慢慢的騎過來 這樣 騎過來路上 其實系統丟了三單給我 這三單我全部鋸掉了這樣 一單呢 是五公里 一單是二點八 我講錯了不是二點八 三點八 呵呵 另外一單是三點二 啊 不知道為什麼 呦 又來一單三點二了 唉 再去 挖連 系統 果然 人持續收到預約嗎 是挖連線 挖系統今天不要幹嘛 給的單都超遠的 剛剛講的那 三點二就來了兩單 然後 然後剛剛那個 你看 一三四四單 哦 天啊我今天剛鋸掉四單 我媽呀 哦 四單裡面有兩單 是要往三重跑的 有夠誇張 哦 再來一單 1.1了 這個就接了 好吧 這要去麥當勞取餐 明生東 明生西麥當勞 好出發 好了各位朋友 剛剛呢就是收了兩單 一單麥當勞 一單這個bisa heart 都是好朋友啊 啊收了兩單之後呢 在那個客戶的這個樓下等了一下 就這個系統就沒涼了 呵呵 所以我決定離開 那慢慢的再往這個精湛方向騎 好 這個不知道今天晚上 其實我覺得啦 今天晚上就算只跑五單 我覺得也是可以 這樣子 為什麼呢 因為明天呢 這個午餐跟晚餐 再各跑十單就好了 不過 就像我剛剛講 還是要看這個Uber Eats的系統怎麼分配 呵呵 那不給我單 我就還是沒單 那第一標燙獎就拿不到了 啊 順其自然 現在 先專心往這個精湛方向走 哇 剛剛系統都丟一張3.5公里的給我 果斷拒絕啊 看他那個要送到那個民族西路去 呵呵 我不想跑太遠 好 那麼 繼續往精湛方向前進 好了 各位朋友 我現在在新生北部一段 我剛在精湛街的兩單 要往 要往那個 錦州街 德衛街方向送 這兩單真的超烏龍的 因為我看到他的單進來的時候 我就看到說 我兩單5點多公里這樣子 然後算一算 嗯好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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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這個還OK 這樣 所以我就還是接起來了 這樣子 沒有想到我這一接呢 我就後悔了 這樣 為什麼呢 因為其中一單呢 其實是2.9公里 另外一單呢 是再加上去 簡單來說就是 這個並不是收送 不是收送5公里多啊 哇 是送 加起來 快要5公里 哇 真的是暈倒 完全是一個大誤會 現在搞得 真是的 不能夠再這樣算 就是不能夠再算 就是 這個5公里 然後是2單 還是3單 所以就把它接起來 這樣 不能這樣子處理 啊 一定要一單一單去思考 喔 這一單呢 就是不超過2.5 這樣喔 那可以考慮這樣子 我懷疑啦 就是像我現在就是會接這種夾單喔 就夾一夾 可能是5公里 6公里 7公里 8公里 9公里 甚至昨天這個8公里 3單 系統就會認為我願意接原單 開始狂丟原單給我的 我懷疑是這樣子 喔 不然今天好像 我剛剛有碰到另外一位 這個腳踏車的夥伴 他說沒有啊 今天這個短單還是很多 就近單還是多啊 2.5公里內的 我都覺得奇怪 怎麼我都接了一堆3公里以上的 快昏倒了 唉 這有時候這真的是 莫名其妙喔 系統啊 我真的搞不懂你啊 好啦 我要專心 專心送餐 好 各位朋友 我現在在德惠街 靠近林森北這邊 那 我送了6趟 現在是6點37分 嗯 現在我就是先下線 我先下線 然後 慢慢的再往那個 明泉溪 麥當勞那邊前進 不過我可能就先騎到前面 我在上線 我覺得 今天系統 一直給遠單 這個不太妙 一直鋸 好像也只能就是一直鋸 鋸到系統 再給我進單 目前也只能這樣子 所以我是打算就 唉 也不是打算 也就也只能這麼做啊 不然他又會是 系統 又是給我2.5公里以上 3公里以上 受不了 我想先 呃 現在是6趟 6趟 我有點想要今天 可能再跑個6趟 吧 就跑個12趟 或13趟出來 這樣 先這樣子計 呃 這樣規劃 先這樣規劃 好 好了 朋友 我現在人在永康街這邊 我剛剛送了 我手邊最後一單過來 那麼 目前 已經是13趟 送了13趟 OK 那麼 我有在考慮 要不要就下線 不過 我想現在時間 8點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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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我猶豫一下 我先去找地方上個廁所 先猶豫一下 好 各位朋友 我現在在這個 青森南路跟這個 愛國東路的交叉口 剛來到這個 這邊的加油站 上個廁所 那我打算在這邊等個5分鐘 看看有沒有這個 永康街 這邊的這個 單廊 我這樣 因為現在是13趟 我想說看有沒有機會再接個兩單 衝個15趟 沒有的話我就打到回府啦 好的 各位朋友 那麼 我現在已經送了14趟 因為剛剛 東門在那邊接到一單 Sukia 那麼我現在呢 就是要慢慢的再往這個 老地方前進 這樣子 因為 我想說 已經送了14趟 那最後一趟 不要在這邊逗留 最好還是回去熟悉的地方 哈哈哈哈 最好是能夠往大同區 往我回家 回事情在路上送 這樣 所以我就決定 回這個金站那邊 這樣 好 專心騎車 專心騎車 各位朋友 目前在台北車站這邊 那我剛剛在這邊等了 等了一下 沒有單 現在是8點半 那 沒有單 就 不囉嗦 就不再掙扎了 這樣 所以我已經下線了 那我今天是跑了14趟 14趟 這樣子 明天呢 再拼11趟 明天開始中午出來拼 還是晚上拼 再拼11趟 再拼11趟 就可以領到燙獎 好啦 廢話不多說 我要回家了 打到回府 多謝 我們來... 我們來不見